桃园有一名国小的女老师跟先生离婚四个月之后产下一名小孩 护证人员就怕登记成是前夫的孩子 不过前夫提出了通奸告诉才揭发出不为人知的故事 原来这名女老师到夜店喝酒喝到不敏 不省人事遭人检视性侵 不得已才生下这个孩子 也断送了自己的婚姻 桃园地检署调查一名诚信男子和赖姓女教师 2000年结婚育有一对儿女 2012年6月协议离婚 隔年5月男子发现多个孩子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在离婚前两人早就分居多时 怎么会在离婚之后四个月 赖姓女子产下一子决定怒告童奸 法庭上赖姓女子变称自己在2012年1月 因为心情不好到夜店喝酒认识了一位男子 多喝几杯醉了 隔天发现衣衫不准躺在自己轿车后坐 事后月经没来才惊觉当天遭到减食性侵 由于没有直接证据法官采姓女教师说法 但诚信男子提出赖姓女教师拥有硕士高学历 遭到性侵后的处置能力不至于如此荒唐 而且怀孕期间虽然分居 被认定为是这个前夫的 单子若不想要这个儿子只要比对DNA 无血缘就可拒绝 不过想要提告除非找到小王 而且只有十年追溯期超过之后 即使查出兼夫也无法再提告 记者综合报道 проблема 谢谢大家